總統府10月21號公布新版勞基法 應募告程序一例一休23號起即刻上路 但是刪除國定期天假以及新增特休假 則要等到明年元旦才實施 同一批修法卻有不同上路時間點 對此勞動部長郭芳玉22號在未還委員會議 接受質詢時特別澄清 這是正常程序 一例一休明天之後就已經上路了 其實很多人來跟我們反映說 他們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那接下來就要算薪水了 五號如果一般的公司五號發新的話 其實這個算薪水的時間非常非常的趕 他們的一個系統的修正如果來不及 這可能都會造成他們下個月發新 會有很大的一個困難 媒體所報導說有沒有提早 其實沒有提早 這個修法的過程 其實委員都才一直都知道說 我們那個時候對1月1號實施的條文 只有特休跟國定假日 其他的都是按照正常的修法程序 也就是立法院三度通過之後 送總統府 總統府在10天之內一定要公布 公布完了以後三天實施 另外洪慈勇指出 23號起正式實施一例一休 確實很倉促 因為若企業人資系統來不及更新 就會影響到下個月薪水的正常發放 而李彥秀則認為一例一休上路後 很多人關注輪班制度 因為有些業者無法按照11小時的輪班制度來處理 在我看來雖然我很清楚知道各縣市的勞工局跟我們現在電話都快接報 因為各中小企業大中小企業民間企業對於如何去做計算 他們還搞不清楚不管是12月10號就開始公告或者是明天要上路 你們應該有更多的時間及早就可以去計算 而不是最近才開始去做處理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試算系統裡面其實本來就ready好的 但是部長這個牽扯到一個問題 如果沒有按照這個加班費計算的話 雇主論違反相關規範最高可處罰到100萬元 面對令委要求輪班制度需間隔11小時部分 要有具體的實施時間 國防禦表示還需要時間溝通 才能瞭解不同行業所需要的時間 記者吳馬石家榮立法院採訪報導